馬來西亞一名網友星期四 12月1號在面子書分享了一段視頻 講述自己差一點被詐騙的經歷 根據汽車行車紀錄儀的畫面顯示 一名摩托車騎士在紅綠燈前等待行駛 突然回頭看向轎車之後 便將摩托車移到轎車前方 有可能是時機到了 他慢慢地將摩托往後退 稍微碰到轎車之後立刻變臉 他一邊筆劃和做出憤怒的手勢 更要求司機下車議論 直到轎車司機告知車上的行車記錄儀 正在記錄整個過程時 騎士才心不甘情不願坐回摩托車 甚至還持續回頭跟司機議論 但綠燈亮起之後 騎士依然堅決不移動 直到轎車司機鳴敵了才願意離開 這名網友特別把畫面放上網 提醒其他駕駛人士 一月日後再遇上類似的陸霸和詐騙行為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